好小學二年級的這個考試卷 這題目出成這樣子 帶你來看看你答得出來嗎 一層稅 正與稅等國稅 是有地方稅物局負責伸手 稅還是錯 錯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勉強靠著注音符號 拼拼湊湊把國字念出來 根本搞不清楚 測驗券裡面到底寫些什麼 為了推行統一發票 以及租稅制度 桃園縣政府要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們 都填寫這份測驗券 但這題目真的不太簡單 你覺得考卷難不難 難 看不懂 你那天猜這幾題 問題 稅務局搞這個玩意 到學校去處理這個東西 給小朋友考試 會不會太離譜了吧 對不對 因為你既然你沒有繳過稅 他怎麼懂這些東西呢 阿公一邊教孫女一邊罵 仔細看看題目內容 房屋稅 地價稅 使用牌照稅 這些稅由哪些地方來徵收呢 另外還有一題到遊樂園玩 門票上面是不是已經繳交了 贈予稅以及營業稅呢 這些題目你都會回答嗎 所得稅 遺產稅 贈予稅等國稅 是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徵收 對還錯 其他就還好 這題是對 這個我不知道 還講是誰知道啊 別說小學生了 就連成年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答對 雖然這張測驗券並非考試 沒有納入學習成績 但為了推廣稅務教育 對八歲小孩子來說 這種題目也未免太超齡了吧 追待北綜合報導